芝麻云端上在 热透彩这边 你把它打开 其实这边就有了 刚刚的程式在 在底下这边 还有VBA的这一段 所以刚刚如果你来不及记的话 云端上都有 然后清除的话这边 那前7名在这边 然后清除前7名 不过我这边是有多加一些那个注解 这个注解当然拿掉的话 就跟我刚刚写的是一模一样的 那最后的话就是 有同学就是 有同学问到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也蛮好的 就是说如果列出来 目前的话 它是按照这边前7名 奇怪 输出 刚刚不小心改这个数字 所以奇怪怎么都没有OK 那目前的话看到这个前7名 是按照 它找到的顺序 有没有 这个是第7 所以12先拿过来 然后再来底下的话是这个 第二个 有没有 它只要是小于等于7 它就会帮你把它 复制过去 但是呢 但是呢 同学的问题是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先抓1号 34 再抓2号 2号 第二 应该是第二名 再把21放过去 再把第三名的28放过去 OK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写法 其实 我想过了 程式其实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可能不同的人去思考这个程式 会有不同的解答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 也许你们也可以想想 不过里面的话 最关键的地方 还是去熟悉变数跟回圈 那所谓的变数就是说 因为这个数字 就不是单纯的只是小于等于7 而是应该是等于I才对 等于J 那这个J的变数 也不一定叫J 你可以取别的名称也OK 变数名称 只要不要是保留字 都可以 OK 或者是不要是数字 你不能用123这种 只要是 比如我习惯用J 好 那这个J的话 它是个变数 那第一个 第二个它需要的变数范围 第一次一定要是1 第二次一定要是2 以此类到7 所以我们会希望 1234567 可是我们要怎么样 可以变出1234567 这个地方 其实我就需要什么呢 跑一个1234 所以你这边的话可以这样 可以 如果这样不太 其实同学最不容易 不容易理解的 其实就是那个回圈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写一个for J 等于1到7 Enter两下 打一个NAS 那我可以在这边怎么样 输出 其实说K等于2 一样是从这边输出 那我在这边的话呢 输出到哪里呢 一样就是输出到 我们的 这个等于 我直接把J输出到 出尊哥好了 等于J好了 OK 然后J的话就K等于K加1 这样意思说呢 我先输出到第二列 先输出1 因为他一定会是1 再输出2 为什么2呢 因为他会加1 所以我先把他执行一下 执行 有没有 1234567 那意思就是说 我第一次的话 如果要找的是 那个1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 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 是把这个回圈 放到这个回圈的外面 也就是告诉他 第一次要找1号 第二次找2号 这边就好 难就难在这里 但是你说难也不完全 那么困难 只是说要注意一些细节 那我辨给各位看 1把刚刚是小于等于7 改成J 2因为我要产生的是 在这个范围是去比对 那我要在比对的时候呢 先产生一个 那个所谓的变数 叫J J的范围是1到7 这样显应该没问题吧 那他 他是从产生之后让他跑 跑完之后我就结束掉 所以在NAS下面又一个NAS 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FOR跟这个 这个FOR好像两层 一般习惯会把里面这一层 缩排 对不对缩排 所以缩 TAP一下 这样应该可以看 不过相对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回圈 最麻烦就是有两层 甚至有三层回圈 很多人就容易卡住了 不过这一题没有办法 应该最简单的写法应该这样 应该也写不出更简单的写法 我想来想去 应该这样已经够简单了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就写完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1改这里 2 外面放一个锥 3把它 缩排一下 好 程式完成 懂那意思吗 OK 所以这边先丢1给他 他帮你找到了 然后再换2 再换3 可以推 所以呢 这样写完之后我们跑跑看 会不会OK呢 执行 34 没错 第1个 21 最后一个第7 刚好是12 OK 这样就完成 但是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可以 再写得更好 但你不写没关系 在哪边呢 其实在 这边可以多写一个 叫 Az 4 不过这个地方 刚好你有写没写好像感觉 没有什么太大差异 主要原因是 但是如果你写这个的话 它能够让程式跑得更快 不过因为现在电脑都太快 你那个 百万分之一秒 跟百万分之一点一秒 其实你感觉不出来 那这个 Az 4 意思说 如果我找到了 我就不要再往下找 比如说我已经找到 找到12号了 你到这边就停下来 你往下面要不要比 不用比了 因为已经找到了 你还比什么 后面 因为只会有一个 所以下面都不要比了 Az 4意思说 你找到了之后 你就跳离这个4回圈 就找下一个 不过这个你不写 在这边 没有什么感觉 主要原因是因为跑太快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了 那这个写法 我在云端上 也已经有把它写上去 所以如果对这个部分 比较不熟悉的话 我有把它特别在mark起来 如果你塞不懂 请你再看一下 那这样子 你把今天的东西 如果能够都熟练了 我觉得应该你要做一点VBA的东西出来 并不困难 剩下就是活用了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今天就是把那个数学跟统计类的函数 稍微重点的范例带一下 那下一个礼拜因为最后一周了 所以就是检视与参照 所以回去的话 也许可以把那个检视与参照的那个章节 也许可以复习 就是稍微看一下 那我们会把前面交过的 全部又把它在 第五个单元全部又在用上 所以其实后面又等于是把前面的又拿来 像今天也是把前面的东西拿过来用而已 OK 所以请各位 回去再熟练它 这样后面其实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 其实非常有趣 就是说你要短时间把这些东西塑成 会感觉到应该是比较辛苦一点 OK,那今天的话我们就先到这里